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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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很惊诧 和我有事吗 我说是 正好店里也没人 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我是落难到这儿来了 你也知道我是搞服装设计的 我是从中山市来的 一直给南方老板生产衣服 我设计的服装由他加工贩卖到北方 不知道兰州有没有 但是呢 我一直在干这个 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设计经验 像您这些涂装我都可以设计 而且我可以给你设计出新的样子 我就一口气把这个全讲出来了 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好好好 没问题 没想到他特别爽快 说你是要跟我合作 要进住我的店里 还是你有衣服 有货 设计好的什么什么 我说都不是都不是 我跟你坦率讲 我是落难回来的 房租一交 我身上身无分文 他当时一愣 更好像账儿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就借势 这时候胆子也壮了 就一股脑的兜了下去 旁边进来几个顾客 也跟着在旁边听 那时候我已经顾不得了 害羞呀什么东西 面子呀什么 顾不得了 我就讲 我说我住在摊尖子 带着孩子 现在我身上没有一分钱了 但是呢 我可以 我随手就边说就边给他画 画那个围带窟呀 就是剪笔画嘛 画出那个衣服啊什么的 他一直在看 最后就只看我画 不看我了 挺好挺好挺好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我看他好像有点入戏了啊 我的信心啊 猛增 信心猛增 后来我说 我现在需要跟你合作 是你帮助我 我来反馈你 用我的技术 你说吧 怎么干 非常痛快 当时我是这样 我现在啊 需要钱 也不多 咱们先拿出 咱们先定个数 先拿出三十件 五十件 就这个 我随手画了一背带裤 因为那个季节 我觉得穿这个很深秋嘛 穿那个背带裤 然后里边加一个棉毛 加一个什么毛裤 然后背带裤上边 穿个彩色的毛衣 因为我画的时候全画出来 黄毛衣 天蓝色毛衣 红毛衣 背带一背 牛仔背带 非常不错 实际上我当时设计的是灯信容 我画的是牛仔 面料可以来回更换嘛 根据具体情况 因为我不知道能买着这个牛仔布 随喜布都难说 因为我还不知道兰州有没有这个随喜布批发市场 所以我就这样 画完以后呢 老板说 那你需要多少钱呢 我说不多 五百块 我看老板好像在想什么问题 我说至少少点也行 四百 三百 他说我就给你四百 我当时听 我真后悔 别别别 别降价 因为我要买布料呀 钱越少 做的价数越少呀 当然 已经开口了 他说给你四百块钱 咱们怎么做呢 我说那行 既然你已经开口了 定了 我给您签个协议吗 不用签 就四百块钱嘛 你看怎么做呢 反正你告诉我 你住哪就行了 他言外之意就是 你也跑不到哪去吧 我这样想的 我想也是 后来我就给他 我说那这个衣服 咱们就先做这个 好吗 背带裤 这个加工快 速度快 我几乎 顶多两天吧 可以把这四五十件 全部加工出来 实际上我手头 连缝纳机都没有 我当时我告诉他 我说 你现在确定一下 这个背带裤 是用什么面料 牛仔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市场上有没有 我现在没把握 这个 灯心绒 他说灯心绒 我说是啊 就那个调绒 俗话叫调绒 他说这个调绒可能没市场 我们兰州这段 好像不新这个 没有人穿这个调绒的 什么这个背带裤 什么之类的 当时我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别的还有什么面料 市场上可以买着 唯有这个调绒 和他 不光是他觉得可能不流行 就连我都不知道 这个兰州有没有卖 我连兰州在哪卖布料都不知道 买布料都不知道 我心想如果他定调绒的话 我立刻杀回西安去 那是我已经顾不得西安的 那个危险情况了 我想我就买一个返程票 直接回到西安 然后一拉康复路 料一买 我直接回这边 不行吗 因为我知道康复路有这个调绒 这个我非常清楚 西安市这个调绒 市场上是大流行 不会存在问题 而且调绒最大一个特点 它做出的颜色鲜艳 而且它色泽 色彩繁多 至少有八种颜色 黑的最令大家喜欢的 还有红的 还有紫红等等 这个老板说 那你这样吧 就四百块钱 你就按你说的调绒 做出来 大不了咱们这批就慢慢去滞销嘛 这也不在乎 咱慢慢卖 咱们有电 是吧 你先给咱们做 我也不浪费你时间 你赶紧抓紧时间做 我说行 老板当时就拿出四百块钱 我要给他打欠条 不用打 你抓紧时间干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也没电话 老板对我非常信任 我觉得是 这个口音帮了我的忙 这个一个不是当地的口音 外来的 而他也是用的这种普通话 跟我做交流 我是固执的以为 我们是口音上相同 不能说心心相惜吧 我不知道他怎么是怜悯吗 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话说回来 四百块钱 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讲 这样一个机会 不可丧失 算他聪明的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我拿着四百块钱 出了门 车子一蹬 就立刻杀到火车站 到火车站干嘛呢 买火车票 直接在这个 火车站 兰州火车站 买了返程票 就是当天晚上的 想想 哦对 直接 直接买了火 返程票 直接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 当天晚上十一点 为什么这么急呢 鸡不带人 我先票买了以后呢 我立刻就 在街上扫荡了一圈 白糖 奶粉 面粉 另外到 回到摊尖子的时候 又买了些烧饼 又认准了那个摊尖子 那个村 那个口上老烧饼的 老烧饼的那个铺子 把那个点儿 电话也留下了 把他电话留下了 然后这样一路走回家 到了摊尖子口上 又买了一股菜 各种各样的蔬菜 这样回到家里 这样就花去了 大概一百来块钱吧 然后就回到了 这个 窗锅 这个果林啊 就回到了那个 有四条狗的那个 看林人啊 对 忘了说 那个人为什么住在果园里 他就承包这块地 但是知道 他养四条狗 就是晚上放养 门打开 他放出去 在这果园里到处跑 那个狗 所以我不敢让小孩出去 始终不敢让孩子出去 就这个原因 那个狗就把这一大片果园看着呢 一直到黄河边上 回到家里以后呢 我也没给妻子说 情况怎么样 就直接把面 凉 糖 什么东西 往那个地上一堆 他不会做饭的 然后我就给房东交代了一下 就说我出去一天 去进货 尽量啊 如果要有什么困难的话 希望你们给帮一下啊 房东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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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我那时候叫嫂子吧 年龄比我大点了 很客气 没问题 没问题 说娃这个时候 这个娃很心疼啊 这个孩子心疼啊 蓝筹化 我当时特别喜欢 他听这样讲 我也是八个月没见孩子 现在见了 当然心里一直是喜悦的 所以这种喜悦 出使我就更加焦虑 我这个责任啊 中心 集中体现在我的责任感上 我的这个效益上啊 你想想 要做这个服装 还得加工啊 这还有一个过程 现在只有四百块钱 现在剩三百的这个成本 要加工程成品卖掉 放到市场上还要卖 卖掉 卖掉也不可能是卖一件 结一件 人家房东会觉得 你这吝啬 估计这个老板 咱们也得卖他的差不多 是吧 所以我也想这个周期还是挺长的 是吧 第二天我就给妻子把情况一讲 票也给他看了 他说可以等 然后呢我第二天 哎 当天晚上十一点 赶到火质站 乘车回了西安 到了西安以后 在西安火质站 那个老火质站啊 那个 后车十里啊 合一握眠 捂着头 我还是防着心理上有阴影啊 防着被人认出 因为我在西安 应该是公众人物 很多人都认识我 因为我在店里卖书 大家能认识我 我不一定认识大家 对吧 所以合一而眠 冒了压地 然后这样 到凌晨四五点左右 有车的时候 有公交车的时候 我就直接坐车 大车 到了东武路口向东 拐到了康福路 应该说是 第一个到市场的人 等着铺板一个个卸下来 时间差不多了 康福路的这个 一个一个个地货铺面啊 一个一个开了张 然后呢 我第一个 找到了北投的一家 卖这个什么 就是段子背面的 那就是好像是13 13颈嘛 13段是不是 我不太 对背面不太熟 他就卖那个老腰口 就是卖背面的 这是一个南方人 为什么我找他呢 因为 我这个岳父 有恩于他 这个下回我会详细讲到的 总之他非常感激我们 我还是留着下回讲吧 我从他那又炒了500块钱 因为做生意啊 这就折腾开了 既然我要借 就仅仅那边那个钱 光买这个火车 王返火车票 什么之类的啊 那个兰州那哥们 童装店那哥们 支援这个钱啊 也仅仅够这个 真正要进布料 还得 还得靠外援 我这时候不愿意 让西安的人 还有我父母 还有岳父岳母 他们知道这事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人 他也不问我什么事 就说你需要钱 有坑气 我借了500块钱 然后 去到这个康福路 我所希望 采购的那布料的那个铺面 还有那个商标 那铺面 去仓促的考察了一下 我不敢耽误啊 这个车只有俩小时 我还得赶回火车站 现在说起来 那时候的 那个康福路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不知道 现在年轻人 只知道高楼大厦 那时候时 就是一条街 就跟北京秀水街一样的 去细 就短短的100米 一条秀水街 吸引了全世界的 这个商人 都到这来 尤其俄罗斯商人 到这来进货 进衣服 但是现在看 旁边盖了个秀水大厦 完全没有当年的 那100米那条小街的样子了 而且不如当年那么繁华 西安康福路也是这样 现在那儿 我就看那儿 已经不是那样了 盖起大楼了 康福路市场 那时候就是 也不是铺板 就是那棚子 两路里边搭的棚子 棚子才 还没开门 就是那个彩条布还没接 都没开张 但是我已经 还没开张 我已经把整个一条街 从南头跑到北头 北头跑到南头 扫了一遍 看了一下 哥哥大概记了一下 谁家是卖布料的 谁家是卖辅料的 等等等等 然后单子写好 一开门 我一样一样的吧 商标 牛仔扣 线 拦住按理说 能买着线 但是我就担心 这个牛仔线 我要用牛仔线做 直到最后 卖布的那家开门 那邓西荣 我还不敢买 那整板的 整板的完整的 那展开来 可能三四十米 三四十米 三四十米 那一板 你就得花去不少钱 但是我还得考虑花色 因为我说要提供 第一批货 我一定要各种 色泽俱全 所以我就专捡人家 我刚说板 就是一个木板 上面卷的布 现在不知道 咱们那时候 是缠在木板上 后来我就专捡人 零卖零卖 卖的剩下的布头 也不叫布头 就是原来这么粗 卖掉零卖以后 最后剩一点了 大概有那么 七八米五六米 这就得 我就把这样的布 这样可以 多买几板 就是多买几种颜色 是吧 我这样大概买了有 扛不动啊 买了大概有七八板 就是七八种颜色 等于是 还有李字布 这李字布都得买 我当时冒了个险 一看这个李字布 要买的话 这个 就没法扛了 我一个人 所以那时候 不敢打出租车 那时候人可怜 包括做生意 想不到 干出门就打车 是吧 我就一路扛着啊 所以李字布没买 我说到兰州再想爸爸 然后呢 就直接把这七八板 估计就是七板吧 八板 然后这么一抱 扛在街上 走一步 一步三歇的啊 然后到了公交 到公交以后 又费点口舌 这才从公交上 搭着公交 到了火车站 我是在凌晨的时候 就已经把在兰州 在火车站就已经把 返兰州的返车票 已经买好了 所以我一到那以后呢 就赶着点 是七点八点 反正就是那个时间啊 然后呢 去了就上火车 扛着那七八板料啊 我说老实话 心里一直发慌 因为我扛着这个 都是招摇过世啊 那个脸堂啊 录着啊 肯定有人认识 你想想那时候 我在西安市 不是那 不是那小恶霸说的 威震三江啊 谁都认识我 谁不认识我老大 不是那样的 我因为我骑了个摩托车 没办照 我那时候人 都是瞎糊弄的啊 所以骑我都知道哪 哪有工具办照 还得去学习啊 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骑那个 亚马哈巴林 就是 凡是遇到十字路口 就绕着走 西安市方 骑盘阵嘛 到路口总有一条 小糊弄 这样绕过去 然后再回到正路上 总是这样绕 有时候 被警察挡住了 提前挡住了 挡住了以后 还没来得及绕 下来 驾照 我没有驾照 我拿出来 是我自己印的 天籃书工作证 一看 经理 你是田赋 我不知道他看见名字 没看见 反正开过就是 田赋 天籃书嘛 我说是是 好 信货呢 怎么走 是是是 闲来到书店 拿挂力 拿挂力 想看书 看书 走吧 警察都认识 那时候西安市 真是 因为你想想 三年的春节晚会 广不定那春节晚会 我赞助 不说晚日的广会了 然后我这时候呢 是 眼面过世 然后呢 横不得 藏到地缝里 然后这样 扛着这个 料 一个胳膊 累得不行 这样到了火车上 上火车 这才吸下气来 然后 行李架扔几板 然后坐着底下扔几板 就总算是没有被人 你说是超重 就这样离开了西安 回到了这个兰州 回到兰州以后呢 我忘了这个车程 什么时候到的 总之一下 一下这个火车 我立刻就 乘公交车 回到了摊子间 回到了摊间子 什么也不敢看 什么也不敢买 然后直接又扛着 又走了那么两三里路 进了村 进了果园 见了妻子 当天晚上 我算是 小炒几个菜 我们算是 倾注了一下 然后呢 第二天 我们怎么没有 缝人机的情况下 又没有工人的情况下 我一个人不可能去 加工那么多 三五十件吧 而且要 这个时间拖得越久 越倒霉 钱的回收 越无望 老板的心意 直线降低 老板会说 你这个骗子 就算是一切的顺利 挂到市场 卖不掉 那老板对我 同样是失望 所以种种 技术的压力 时间的压力 资金的压力 种种背负着 包括设备 等等 都是问题 那么我如何 解决这个机器 解决这个 加工的工人 解决这个时间 解决这个回收 技术等等 一言难尽 咱们放在下期讲 再见 我给你 感谢观看